这才是真正的荒野天花板 女人花几个月时间在野外搭建温馨小屋 只为体验单身女性的独居生活 只有翻越崎岖的岩石峭壁 才能发现一个资源丰富的新大陆 而且精心加工过的竹笋可以成为十分抢手的农产品 经过贩卖以后完全能够实现财富自由 昨天下了一晚上的雨 但好在清晨的路面已经被风干 小丽整理好装备向山里赶去 不到几天时间又载又长大了一圈 过不了多久家里的食谱又将新添一道硬菜 在进入竹林石路边的青草都遍布了露水 因为经过了雨水的滋润 让竹笋已经具备充足的水分 小丽顺手采摘藏身于深处的竹笋 因为才生长不久 外皮还比较脆嫩稍微用力便能够轻松将其剥开 虽然看着比较大蛋经过去皮以后 白色的果肉也只剩下一点 为了让后续的采摘工作更加轻松 小丽提前将当收获的竹笋装进袋子放在山脚下 藏到了一点甜头的 她准备背着空被篓向丛林深处探寻 好在自己年轻力壮身手比较敏捷 拿捏这种岩石峭壁简直不要太轻松 上面的竹笋并没有想象中的多 主要还是因为生长较分散 但小丽也并没有因此气免 毕竟免费的羊毛谁不爱好呢 经过自己在竹林里的摸索 终究还是拼凑出了一堆 小丽为他们挨个去掉外壳 对手工十分自信的她没有选择借助领导 而是纯手工剥开竹笋一层层的外衣 这样也能避免对里面果肉的损坏 不到一个小时便能完成整个清理工作 看上去被搂沉甸甸的 但由于每顿吃三碗米饭背在身上 却一点也感觉不到肿 等回到家时太阳已经晒到了山腰处 而为了保持竹笋的新鲜程度 首先就要将它们倒进82年的农夫山泉中浸泡 因为有清澈便利的水流在清洗时 可以为自己省下大量的时间 这种鲜嫩的竹笋用来泡在坛子里做成泡菜 简直不敢想象有多下凡 而在很多农村因为有大块的私人面积 它们也会选择在太阳底下晒干后 用来当作炖排骨和炖猪脚的配菜 吸口感比较近到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是否写 等清洗完毕以后小莉才放进一根根竹笋 这次采摘的比较多 一锅已经容难不下 随即小莉去装来一些山泉水 在大火慢炖之际天空又下起了小雨 雨滴顺着屋檐流向房屋后的沟渠中 虽然连续几天下雨但地基有用水泥抬高 丝毫不用担心屋内潮湿渗水 小莉冒着小雨喂养饥饿已久的家禽 小鸭子们摇摇晃晃奔跑的样子十分可爱 这样的下雨天如果能躲在被窝中追剧 就算是一个人也能享受独处的乐趣 没过多久锅中的竹笋已经煮熟冒着热气腾腾的蒸气 小莉还是用凉水扣营 等到温度彻底降低才将它们一并打包 希望能带到山下卖个好价钱 幸好现在雨势已经减小 小莉背上跨包关上门就可以出发 山间的雾气迟迟没能散去 但好在成功赶到目的地前没有再次下雨 小伙很绅士地为小莉接住被笼 经过简单称重刚好15公斤 虽然这些量卖不了多少钱 但收获竹笋带来的乐趣远比金钱更有魅力 独自居住荒野感受田园生活的无忧无虑 这样自己自足的生活如果让你体验一个月你能坚持几天 这才是真正的田园生活 当别人还在荒野三天饿酒顿时 女人已经在池塘里收获条条鲜活肥美的草 踏足在乡间小道前往市场的路上 还能顺便欣赏到小镇绝佳的风景 这样无忧无虑的生活简直不要太爽 美好的一天总是悄然来临 习惯性早起的小莉还是将小鸡小鸭的温饱放在第一位 幼崽的体型虽然不大 但现在也能吃下完整的玉米粒 因此则不用花费太多时间磨成粉末 由于昨晚父母打来电话说池塘的草鱼已经各个飙肥体壮 所以小莉今天准备回家帮忙 在每次离开时她都要关上网状门避免家禽进去拆家 今天难得迎来一个晴朗的天气 温暖的阳光照耀在身上会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 因此小莉从山上一路小跑来释放内心的愉悦 父母的家并不远下山八百米便可以到达 与母亲一阵寒暄后她便开始着手于今天的工作 这个鱼塘家里付出了很多心血为了捕鱼能够万无一失 父亲还将挡落的树枝砍掉腾出空间 小莉则是将鱼网安装在竹竿上便于下水捕捞 鱼塘不是很深站在中央处也才刚好没过自己的膝盖 但因为面积比较大用简易的鱼网完全没有效率 而妇女二人各站一边 分别拉住鱼网缓慢前进就能提高成功捕捉的几率 期间还有一条趁机逃跑 等将鱼网收到岸边以后就能看见今天的收获有多风俗 小莉把肥美的草鱼装进另一个滤网中 而其他身材瘦小的鱼苗则放回水里还需要猥琐发育一阵子 农村池塘里喂养的草鱼就是活力失足 让小莉不管是脸上还是衣服上都沾满了水 但好在今天有较大的太阳就算整个身子泡在水里也不会感觉到寒冷 有了家人的帮助不到一会儿就将它们打包上岸 而为了及时售卖袋子里也需要倒进一些清澈的山群 这样才会让它们保持活力 最后还留了几条给父母 等到将塑料袋绑紧以后就可以背着货物前往集市 沉甸甸的被篓需要母亲搭把手看似很重 实则一点也不轻 因为这片土地都属于自己家散养的鸭子们也很自由 不单单只喂养饲料还能自己捉虫子吃 在去往集市的路上有蓝天和白云 即使一个人很枯燥也能欣赏小镇美丽的风光 从另外的视角观看才能发现乡村田园别样的魅力 小丽半路没有休息一口气背到了售卖点 她将鱼儿们都倒出袋子时才发现很多都已经失去了活力 主要还是因为里面氧气太少导致他们短暂的昏迷 小丽用红色盆装鱼比较显眼 过路人很容易注意到不到一会儿便吸引到几位顾客 做生意主打的就是个耐心 小丽边介绍草鱼的品质还不忘随时对客人保持微笑 光是这态度就没得说 所以这位带娃的小姐姐一次性买了好几条 今天不是赶集日街上的人比以往更加稀疏 也正因如此减少了卖鱼的竞争对手 小丽的摊位才围满了更多的顾客 这里大多都是熟人 随时都是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 如果是设恐的人融入群体之中也会变得性格开朗 小丽用双手礼貌地为顾客奉上零钱 这样的细节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容易深得人心 这就是为什么她来到集市就会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等到只剩下最后一条的时候黑衣服阿姨明显来晚意 但热心的奶奶还是将于分成了两半 最终一人买走一部分 等卖完了商品一项爱干净的小丽 还是用水将地面稍微冲洗 然后才悠哉地下班向家中赶去 这样惬意的田园生活真想体验一番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女人 独自来到荒芜人烟的野外居住在亲手打造的温馨小屋 完全依靠双手实现自己自足 而且还拥有所有人都羡慕的私人动物园 这样的生活一旦留下来就不想走 今天依旧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小丽穿过围栏静止走向附近的稻田 一段时间没见稻谷已经生长得十分茂盛 就是不知道水里的鱼胸生活得怎么样 今天的任务还是打理玉米地也好 对得起内心期待已久的丰收 除了小鹿两边长满了荆棘 还包括地里的大片野草 在劳作前需要实地勘察一下情况 今天注定又要干一次大工程 但好在昨晚睡得安心有了充足的精力 小丽卸下被篓拿出失传已久的镰刀 红火的太阳配上这样貌才能保持白嫩的皮肤 工作量看似很多实则一点也不少 如果是它的追求者来怕是第一个被吓跑 这片土壤比较肥沃 因此每过上一段时间就要打理 虽然比较麻烦 但在迎来丰收的那一刻付出的汗水 也只能是过眼云烟 拔草虽然看着很简单 实则需要掌握技巧 如果不想玉米地变成青青草原 就要将它们连根拔起 青草的生长周期大概在十天左右便会发芽 如果要再长到这样的长度 还需隔上一个月 在野外一个人干活比较无聊 但无人打扰的情况下容易进入工作状态效率便会倍增 所以不到半天时间它就完成了清理 回家的路上伴随着轻松血液漂亮的野花开满了山腰 在小路旁小丽无意间发现一只小鸟在草坪上驻足 看起来好像已经无法挥动翅膀飞翔 内心善良的它毫不犹豫将小鸟带回 并来到菜园里捕捉野生的炸蟒 然后第一时间让小鸟大口盹 这种白嫖的午餐对它来说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但为了让它晚一点体验江湖显乐 小丽还是用篮子套住喂养一段时间 现在家里不仅有了小鸟还拥有成长迅速的鸭子 过上一段时间餐桌上又能新添一道硬菜 趁着天气不错小丽匆忙向山间赶去 稻田的上方喂养了牛 直接将绳子套在脖子上便能任意听人使唤 期间小黑牛也想看看外面的世界越过围栏 小丽牵着它一路小跑来到后面的斜坡 这里有丰富的青草还能根据心情挑选喜欢的口味 这样的自助餐简直不要太爽 为了能够再次利用土壤它来到房屋后拆除这些大棚竹条 现在的季节农作物已经不需要用大棚来种植 腾出一块空地还能随时种上自己喜欢的绿色蔬菜 这些竹条经过风吹雨晒皮肤已经变黑本就失去了柔韧性 让它能够轻易折断用来当作纯天然的柴 而且干燥的竹条搬运起来就十分轻松 小丽分成几次运输将它们堆放到能避雨的棕屋屋下 虽然搬回家容易但手上的污渍还要经过反复搓洗才能干净 此时天空已经雾气蒙蒙为了不让老黄牛变成水牛 就要赶在下雨前将它们迁回遮风避雨的牛棚 小牛们也很时趣地回家 因为有淳朴的香风在野外生存根本不用担心有小偷 所以牛棚的大门则是只用了几根简易竹子组成 完成了今天的工作小丽悠闲地走回家 精疲力尽的她今晚注定又有一个好梦 这才是真正的田园生活 女人在大山里不仅拥有属于自己的大片稻田 还打造了一处羊满草鱼的鱼塘 随手能采摘到大棵桂圆 完全不用为荒野独居的食物问题而担忧 清晨一早小丽便踏足在葱绿的青草地 她来到附近的稻田 用力挥舞镰刀割去长满田边的青草 它们长是凶猛一直延伸到底下的稻田 由于不敢使用除草剂只能人工进行清理 开满鲜花的野草看似拥有吸引人的外表 但如果让他们继续向稻田中蔓延 就会影响稻谱的发力 为了后续能够迎来丰收 小丽沿着田坎边来了一套理发服 得益于年轻手速快这套操作下来 丝毫不带喘一口粗气 田边很快被清理得干净利落 随后小丽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长是喜人的稻谱 它们十来根组成一簇 比大多数人印象中的还要多 而且已经快要没过她的肩膀 不得不说这块田是真的肥沃 在回家时她顺手割下一些鲜嫩的绿叶 用来抛洒在草与泛滥的池塘里 随后才来到小屋旁边采摘大棵的桂园 小丽捡下的每一串都长满了果实 在种植桂园树之前 幸好小丽学过两年半的地理 作为幼儿园时期的地理科代表 她有很好的利用羊坡的优势来种植果树 大量时间的太阳照射 有利于桂园树进行光合作用 加上昼夜的温差积累糖分 外壳会比较薄果肉 则更加饱满甜润 剪下来的枝鸭她堆放在被楼里 一天最美好的时刻 莫过于听着如此解压的声音 小丽一口气采摘了几棵桂园树 由于一部分生长在树底 不足一米八的她就需要利用 矫健的身体优势来确保 不放过任何一棵桂园 等到被楼完全装不下她才愿意收工 小丽子在草丛里玩耍 看着就十分可爱 而为了图个方便 她直接将桂园倒在塑料袋上 这样就能坐在竹台上 更加轻松地对枝鸭进行捆绑 小丽的双手依旧很麻利 在下山之前 她需要投喂食物 来安抚家旗们躁动的心 以免等自己离开后被拆架 去往小镇时 她重新换了一套黑色服装 看起来身材更加苗条 这次卖货和以往不同 之前都是趁着早晨 别的商家还没起床时 就急匆匆地前往市场 而今天因为被一些农物所耽搁 但好在还留下一处空余的位置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恰好旁边都只摆满了蔬菜摊 只有小丽的商品 在众人面前有所不同 因此也在茫茫人海中脱颖而出 本就是比较热门的水果 吸引了一大群人围观 有的顾客只是浅尝了一下 便被桂园的口感所折服 毫不犹豫地掏钱购买 而一些比较豪爽的人 光是看其外表 便能推断绝对物超所致 很多时候小丽 从山上收获的蔬菜和水果价格 都比别人要便宜 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 在为顾客献上一个真诚的微笑 让买过他商品的人 不想成为回头客都难 不到一会儿小丽便卖光了今天的水果 他折叠好摆摊用的塑料袋 来得比谁都晚 却走得比谁都早 别人只能投来羡慕的眼光 这样的田园时光 是不是你所羡慕的生活 没有比这更舒适的荒野独居了 生活在只有食品不到的温馨小屋 吃的是滋滋冒油的烤肉和甜润爽口的西瓜 看似平平无奇的树叶 只要经过简单加工 就能摇身一变成为一道硬菜 如此精湛的厨艺 简直不敢想将会便宜每个小子 小丽一早便翻山越岭来到村里的集市 她精心挑选了一款带有花纹图案的鸟笼 前几天捡到的小鸟将要长期定居在此处 减肥许久的她终于抵不住诱惑想要开开婚 只不过这次只挑选了一些瘦肉 因为注重身材保养带肥的部分根本吃不了一点 都说生意员讲究的是良心 这家的老板则是将盘秤摆放在顾客触手可及的位置 让价格公开透明 山里的雾气不断蔓延在高空俯视下小丽的房屋若隐若现 她首提战利品踏足在回家的小路 然后第一时间让小鸟体验自己的新家 虽然失去翱翔的自由 但换来的却是顿顿宝的生活 鸟笼用来挂在屋檐下没事的时候 斗一斗也是生活的乐趣之一 随即她便在这满满当当的饲料 来到饲养家禽的区域并将挡板取出 家禽都争先恐后的前来密室 将它们顺利引开后才更加方便去到眷屋内观察进来的帐篷 家里的母鸡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力整屋敷出了好几只 看起来毛茸茸的小个头更惹人喜爱 小丽将幼崽一并打包 让他们提前走出温室锻炼生存的能力 因为今晚准备吃上一道美味的烤肉 为了不让嘴里满是油脂 则必须要搭配上一些素菜 她专挑了几根新鲜的竹笋 包去外壳裸露在外面的是白嫩的果肉 在农村待过的几乎都有所体会 每次满心欢喜地去到自家竹林掰竹笋时 剩下的就只有一些残留的笋子 可和陌生人走过的痕迹 简直不讲武德 在回家之前小丽还砍下一些芭蕉叶 并将它们有序地叠在一起 用来裹住揉好的白糖面粉 将它们塞满一整口锅 还是采用水蒸的烹饪方式 这种吃法虽然不像是粽子 但起码撑得上它同门兄弟 刚刚采摘来的竹笋小丽 依旧用农副山泉进行清洗 在半个小时的大火加持下 很快就能煮熟 然后对身体进行掏空 预留出一部分空间 刚刚切好的肉末 它添加进调料以及淀粉进行了腌制 最终呈现出一块肉饼的形状 用来塞进竹笋的空心处 这样的叫法在它这里被称为肉笋 虽然是一道素菜 但能够想到半荤半素的创意 恐怕无人能挤 小丽拿开锅盖绿叶巴已经蒸熟 锅中冒出一股热乎的水气 现在还比较烫手 所以需要搁置在一旁 等到温度降到合适 随后她端来肉笋 因为家中只有一口蒸锅 所以只能排队来使用 为了今天的晚餐时间 能够早些到来 她则添加了一些柴火 天刚刚黑的时候 小丽就准备制作今晚的烤肉 添加了孜然粉和蒜木味道 则更加鲜美 从父母家带来的烤架十分方便 让她每次想吃大餐 却又不知道做什么事 就会第一时间选择炭火烤肉 但肉笋被蒸熟 是锅中的阿坤 也早已做好随时下肚的准备 虽然只有一个人吃蛋 还是要精心摆盘 主打的就是个生活仪式感 去掉表层的绿叶 里面透出的光泽和形状 就像软糯的瓷巴 就是颜色形如巧克力色 今天的鸡肉 跟以往不同切好的鸡块 更加方便占上调料 让香味在嘴里肆意 光从满足的表情 就能猜到这有多美味 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刻 莫过于享受一个人的烛光晚餐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生活 从没见过如此牛逼的女人 单凭自己在大山身处安家 靠勤劳的双手打造出的一片世外桃源 不仅有刚破壳而出的小鸡仔 还收留了一只无家可归的小鸟 即使一个人的生活会感到厌倦 但只要千里迢迢见上闺蜜一面 近来所有的劳累都将化成过眼泥烟 今天的太阳十分舒适 正好适合户外露营 这段时间的高强度劳作 已经让小莉身心疲惫 在温暖阳光的沐浴下 谁不想为自己放个假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呢 在给嘉禽以及小鸟 一次性为了几顿的饭量以后 小莉便换上了纯白的运动鞋 并用黑色双肩包作为搭配 一身黑白亮丽 装不知道又是哪个小子的白月光 去往山下的乡间小道 拥有抬头可见的风景 而美中不足的就是 蔚蓝的天空没有一片白云 可为自己提供这样 来到小镇时小莉静止走向商店 她在众多商品里面 精心挑选了一些适合儿童的零食 这些都是为闺蜜的孩子所准备的 因此一次性多买一些 也不会感到心疼 一直以来闺蜜都希望能收到 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但由于镇上的条件有限 小莉还是买了一些 她最喜欢吃的水果作为补偿 闺蜜的家不是很远 翻越几座梯田形状的山丘便可以到达 为了给许久未见的她一次惊喜 这次来访小莉特意没有提前通知 闺蜜也不会料到小莉竟会 在百忙之中抽空前来看望她 虽然许久不见 但彼此的友谊却情深刺海 进到房屋里她的几个孩子 也特别懂事都纷纷热情迎接 闺蜜这些年属世不容易 因为丈夫的早年离世几个孩子 则是由她一个人抚养长大 虽说生活环境差了点 但好在几个孩子们都很听话不会苦闹 亲情永远是世间最珍贵的情感 这也让她普通的生活从此变得不再普通 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寒暄家常往事 随后又来到厨房为今天的晚餐做准备 闺蜜的家中还养了一只兔子打发无聊 此时外面已经天黑小莉便借着微光用凉水淘洗空心菜 然后捞入盆中过滤水分 由于家中没有修建灶台 则是用改造后的钢筋作为支撑 尽管条件有限 但也不妨碍能做出美味的晚餐 闺蜜将鸡肉切块 使小儿子在一旁也看入了身 趁此之际小莉专门清炒了一道空心菜 毕竟减肥期间必须要荤素搭配才不会长成 在两人的配合下做晚餐就更加轻松 而且这一盘子菜看得我直流口水 在闺蜜这边的风俗 饭菜并不需要端上饭桌 兴许是接待客人围坐在一起 形成一个圈的形状更有团团圆圆的寓意 虽然居住在并不豪华的小屋 但内心充实偶尔可以为自己酿上一桶解渴的梅子酒 与好友喝上一杯来庆祝这次久违的相聚 今天的月亮格外圆 像是安排好一样为他们的团聚送来祝福 有这样之心的朋友简直令人羡慕 这才是令人羡慕的生活 女人在大山中用割草机除草 横起农腹山泉淋湿在脸上褪去一身的燥热 还将芋头切成小块搭配上香喷喷的大株蹄子 凭借高超的厨艺做出一桌子丰盛午餐 这样美好的独居时光才能叫做舒适 新的一天从为家禽准备饲料开始 小丽依旧是很耐心地将玉米粒磨碎 此时小鸭们也很悠闲地趴在地上等待着免费的投喂 现在家里不仅有小鸟 还有从小镇上买来的两只小猫用来陪伴自己 将板凳上的玉米粉装进平铺的尿素袋中 在条件有限的大山中随便一样物品都可以成为高效的工具 小丽来到半坡喂养鸡丫 家禽有的五颜六色有的大小不一看着就很喜气 随后他便准备前往山坡开始今天的浓火 由于今天的太阳十分毒辣 即使天气很热在出发前也要为自己裹上长衣长裤全副武装 在房屋旁的小鹿一侧开满了粉红色的狗尾巴草 这次依旧是借来了山下老王的割草机 短短一个多月没来青草已经长满了山腰 如果是夏天指定不敢从这里经过 随后小丽轻微拉动机器割草机便能顺利运作起来 只需要对准青草的根部 在刀片飞速运转下就能让它们倒下一片片 在清理填砍下的青草石由于机器不懂人情事故强行罢工 这也让小丽很为难 所以不得不切换到人工模式 但好在自己年轻力壮再多的苦难也能扛过来 此时天公作美吹来一阵阵微风轻浮在脸上顿时感到无比的惬意 在机器失灵的情况下这片草地花了他一上午的时间 从上面看下去这几块绿色稻田就像精心规划好的一样 现在终于能够回家做上一顿美味的午餐 靠劳辛苦的自己 放下沉重的机器如同卸下生活的包袱 幸好有为自己来上一套洗浴服务舒缓身心 从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很清澈 不仅可以用来洗脸还能直接使用 像我小时候居住山上时就有这样的泉水 由于家中已经没有现成的蔬菜 所以他还是忍着饥饿在家门前拔出了一些芋头 光看叶子的形状就会有很多人误以为是荷叶 才出土的芋头新鲜水润在削除外皮时整个过程就显得行云流水 随即他便用凉水对火肉进行清洗 还将它们切成小块的形状 一天里他最重视的便是我饭 祖传多年的大猪蹄子今天也跑不掉 经过大卸八块后就能装进生锈的煮锅中 小丽一向将养生当作爱好来对待 从不需要味道有多浓只要有一点盐即可 为了保持身材则必须做到荤素搭配才能减肥不累 每顿饭的蔬菜不能少 而今天他采摘的是一些不知名的绿色植物 知道名字的老铁可以打在评论区里面 这些绿植他选择用清炒的方式 趁他还在做饭时小猫就早以围住香味肆意的厨房 不到一会儿猪蹄就得以出锅 寿中带点肥看着就让我直流口水 不知道半夜刷到视频的你们有没有感到饥饿 将饭菜端上桌时 他先是让小猫们先品尝 将大块的瘦肉分成较小的肉丁 这样细心的女人如果能娶回家 那必定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喂完小猫才是自己用餐的时候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生活 这才是真正的田园生活 女人花几个月打造出野外庇护所 这里物资样样齐全 不仅有猪圆育润的鸡蛋 还能采摘回野生的香蕉 通过拿到集市上贩卖 让原本贫困的家顺利退出无保护行列 小猫来到厨房掀开尿素带神秘的面纱 里面都是一连串早已成熟且金黄的香蕉 为了能够改善一下进来的伙食 她顺手将新鲜出炉的鸡蛋 也放进被篓中一并带下山去贩卖 看得出来也并不是很重 所以根本不需要弯着腰行走 从小屋到山脚下只需要十来分钟的路程 因此小莉来得还算早 如果再耽误一个小时 或许这里早已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她才放下贝勒还没来得及摆好货物时 就围上了一大群吃瓜群众 这让小莉受宠若惊连忙将摊位置起来 顾客也迫不及待地上来挑选自己心仪的产品 小莉在当地是出了名的 不仅凭借勤劳能干的品质而受人夸赞 还因为她家的商品向来都是亲自培育 营养成分和健康程度都没得说 就能开心大半天 由于今天土鸡蛋的光环盖过了野生香蕉 在鸡蛋卖空的情况下香蕉还剩下几串 所以为了能够提前下班小莉 只能使用更低的价格来吸引顾客 明显这样效果更显著 今天又是一次满满当当的收获 小莉的脸上也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随即她收拾好摊位将塑料袋整齐的折叠 然后放进被笼中 一些人才起床赶往集市的时候 小莉就已经受空了商品 果然勤劳善良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在回家前她来到小卖铺挑选了一些蔬菜种 被看中的都是一些绿色植物 其中上海青的种子买的最多 正好可以将荒废已久的土地 利用起来种上喜欢的蔬菜 回到家后小莉并没选择休息 而是拿起锄头要将土壤趁早打理出来 掀开地里覆盖的透明薄膜 早上伴随的有一些露水 这让凝固的土壤看似很坚硬 实则一锄头下去底下全是松软的土质 因此不一会儿便能将土壤翻松 她还特意分成两块地以便能种上不同的蔬菜 在播种之前要撒上一些营养土来提高肥力 小鸭们大老远都被吸引过来在土壤里寻找着有机物质 摇晃的走路姿势看着就很可爱 小莉在上面的一块地里播下卷新白菜的种子 光凭着熟悉的播种手法就看得出是一位荒野大佬 如果居住深山里拥有这样一位勤劳能干的野生婆娘 那简直不要太爽 另一块地小莉选择种上自己最喜欢吃的上海青 这种蔬菜成熟以后 经不可以通过清炒或者煮汤的方式 吃起来不仅口感爽脆 还自带清香的味道是很多人的最爱 不知道老铁们喜不喜欢吃上海青 为了不让鸡鸭们进来添乱 所以保护措施就一定得做好 她将提前准备好的木桩插进松软的土壤里 在四周围上一圈后 就能将祖传多年的绿色沙网安装在外围 下面较大的缝隙她选择用木桩压时 在安全网的加持下小鸡小鸭们也别想钻进去 等她将安装工作完成以后 才不紧不慢地来到半坡喂养鸭 这是不是你向往的退休生 小莉在根深夜帽的稻丛中细水捉鱼 还利用单身二十几年的厨艺 做出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炭火烤鱼 如果能跟她做朋友那简直不要太爽 今天一早小莉便告别了温暖的被窝 准备拿着祖传的鱼网要施展一番才华 小鹿的两边已经开满了类似狗尾巴草的粉红色植物 为山村小屋点缀了一股青春温馨的气息 小莉悠闲行走再去往稻田的草坪 早上的空气格外清新在薄乌的笼罩下弥漫着一种湿润 这样的气候和地形才最养人 难怪小莉的皮肤光滑且水润让我一整个羡慕着 粒粒饱满的稻碎即将成熟都纷纷弯着腰 是时候将田里的水放掉 一旦顺便将为所发育的草鱼捞起 它先是将出水口的石块搬开 随即到田里的水汹涌的流向下面 但好在捕捞用的鱼网能够及时防止它们逃跑 而另一边的出口水流更为湍急 它则安放了用竹块编织的滤网 喜欢减肥的鱼只能通过缝隙逃跑 为了提升放水的速度它多开了几个出水口 不到一会儿田里的水位就下降了不少 露出的都是一些若隐若现的声音 由于数量足够多且鱼儿们都以群居的生活方式 就算让没有捕鱼经验的朋友来操作也不再是难事 一些较为肥瘦的鱼被扔进水桶 而其余的小个子还可以再生长一段时间 在用双手捕鱼前它提前准备了手套 即使鱼的表面有滑刃的粘液也能抓起来非常轻松 将收获所得整合进另一个白色塑料桶里 看得出鱼儿们也在为自己的生命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但也终究逃不过小利的魔爪 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收获了两大桶 他将捕获的鱼都放进另一个装有清澈山泉水的盆中 趁着今天天气还不错 小利选择为浑身淤泥的自己洗个澡 并换上一套干净舒适的衣服 此时鸭子们在鱼塘里游得畅快 而小利也已经将两只清秀的鱼胸绑上烤架 没过多久又生产出一道口感风味居家的美食 在用餐前她还是习惯性用柠檬汁和葱花调制了一道蘸水 站上一点便能让酸辣爽口的味觉充斥在整个嘴里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阳台上 让小利的用餐时光也增添了一些喜悦 在用完餐后她才选择喂养家禽 因为有晴朗的天气 她决定将捉来的鱼打包带到山脚下售卖 最后她留了一条黑鱼和鲸鱼将它们放生在水塘里 在下山的小路上有了阳光的沐浴穿上短袖也不会打到寒冷 还是穿过这条熟悉的乡村小道 背着沉重的草鱼让一向强壮的她不禁弯起了腰 小利将商品大方地亮相 老大爷只是看了一眼便放弃了入手 而过路的年轻小妹妹早已忍不住挑选起来 一些多次的鱼对老人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还能轻松拿捏 不管是面对艰苦的生活还是面对陌生的不可 小利随时都抱以微笑面对 一些轻微的细节也能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 在太阳下山前黑衣阿姨承包了小利剩下的鱼儿 在众多居民的捧场下小利今天又可以提前打卡下班 这样无忧无虑且远离喧嚣 是不是你所羡慕的田园生活 从没见过如此牛逼的女人 独自生存在荒芜人烟的野外 还来到青草地里面采摘个大饱满的西瓜 以及背到集市上进行贩卖 每天充实的生活让我一整个羡慕住 早晨的空气十分清新 小利趁着露水还没散去 便行走在绿油油的草坪 这个时候采摘的西瓜才更加保鲜 小利用手轻轻拍打西瓜坚硬的外壳 如果有轻微的回弹感并伴随散发出清脆的声音 那么便已经成熟 而且其内部的糖分和水分则更加充足 将枯黄的瓜藤扯断 然后顺手将色泽诱人的甜润大西瓜收集到贝楼里 体型较小的 他可以毫不客气一手捧起一个完全不用担心被采摘完 因为地上躺平了满满一片 自己早已经实现了西瓜自由 采摘的整个过程舒适解压 由于太过于投入 沉重的贝楼已经不堪重负 而经过半天的劳动他也实在有些安耐不住 但好在大片的西瓜可以任由自己解渴 只需要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 便能慢慢张开里面鲜红的果肉 光看他陶醉的表情就知道填到心坎里去了 补充好了体力才有力气背起沉重的贝楼 卖着轻盈的步伐大几十斤的货物根本难不倒他 幸好在前往集市的路上都是一段平坡和下坡 这也让他更轻松地到达目的地 虽说今天不是赶集日 但硕大饱满的西瓜也能自带人流量 将西瓜从被篓中取出挨个摆放好 便开始今天的售卖 小丽对自家的产品十分自信 削开一颗完整的西瓜 让路人免费体验其品质 如此聪明的营销方式 也算是给自己的摊位带来了一波人流量 经过一次美美的品尝 产品的质量以及口感都已经深受群众信赖 对于一味死板的销售模式 倒不如先大方地展示其品质 才能直击顾客的心灵深处 因为小镇上的水果摊贩 寥寥无几大多以蔬菜汤为主 加上小丽每次售卖商品的价格都能让人心动 所以有些机灵人则会多买上一些 当前一波人走后后面的人流就略显稀疏 虽说等待是一件煎熬又枯燥乏味的事 但只要有顾客前来 小丽依旧将治愈的笑容挂在脸上 最后她等了大半天才清空了库存 终于又迎来了令人开心的下班时间 将尿素带叠整齐方便下次使用 虽然此刻的心情比较轻松 但家里为忙完的琐事也让她加快了步伐 温暖的阳光照耀在大地上 让整个疲倦的身躯都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小丽先是进屋卸下身上的行囊 为自己添加了一件专门干农活穿的外套 便来到不远处的牛棚 将它们赶到草地品尝鲜嫩的青草 趁着牛群大口朵移之际 小丽才终于坐下来休息 然后便给阿坤们喂上墨碎的玉米粒 溜达鸡们老远从山坡跑回来早已鸡肠碌碌 趁着天还没黑 小丽又为前不久拨下的种子浇灌生命之缘 土壤里已经依稀冒起了嫩哑 相信过不了多久又能吃上绿色健康的蔬菜 时间转瞬即逝 将牛赶回棚里的时候天色已经逐渐变暗 确认上好所以后她才放心地回家 这是不是你所向往的退休生活 小丽在大山里帮母亲收割金黄的稻谷 还回家砍下棕榈叶装饰战损风的鸡棚 以及采摘金银翠绿的柚子杯到集市上进行贩卖 清晨一早小丽便踏足在一片金黄的稻田 粒粒饱满的稻谷纷纷都弯起了腰 时间匆匆过又是一年秋天的收获 向下望去就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 由于这片稻田比较大母亲 则专门请来了附近的村民帮忙 省心省力的同时还能提高整个流程的效率 小丽将割下的稻碎捆绑起来 让他们躺平在原地吸收阳光 一捆的数量完全取决于手掌的大小 今天的太阳十分毒辣 还好这里所有人都提前为自己准备了一顶风格独特的遮阳梦 也能减少太阳对脸蛋的灼烧 看得出来他们都对皮肤保养十分重视 被割下的盗骨在地上捣满一片 小丽一次次重复繁琐无聊的动作 明显情绪已经不再高涨 而为了鼓舞士气最好的方式就是停止手中的工作 在如此炎热的天气 每人来上一杯冰镇爽口的饮料 足以让清凉席卷全身 但还是随着温度逐渐升高 众人已经纷纷开始打退堂 一上午的劳作虽说看起来也不少 但在这片硕大的稻田中也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结束收割以后小丽便来到河边洗了个凉水澡 等全身凉快了许多才回到半坡的小屋 趁着今天有个好天气 她将家里的老黄牛迁到半山腰上吃草 此时的她就像个小孩子一样快乐 考虑到鸡棚的采光性太好 这让老母鸡完全失去了隐私空间 小丽便随即砍下一些清绿湿润的棕驴液 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材料供应商 之前挂上的棕驴液早就已经枯黄且丧失了遮阳的效果 这次小丽则在四周都捆绑上 有了隐私帘的加持鸡棚看起来就温馨了很多 再也不用担心老母鸡没安全感不负担 由于今天还有工作 工作没有完成小丽早早的就给家禽投喂了饲料 然后背着行囊来到长满果实的柚子里 低垂着的枝头挂起硕大饱满的柚子 随手便能轻松摘取一颗 将诱人的果实放进宽敞的被楼里 清绿色的柚子具有十足的吸引力 小丽原地起跳想要体验摘取果实的快感 但奈何身高不足1米6 最终也只能回归现实另外借助工具进行采摘 因为柚子外表有一副厚实的皮囊 就算被木杆筒下重重摔到地上也会毫发无损 一些生长在高处且悬挂更紧实的 她便爬到树上采摘 随后轻轻抛向草地 大大小小的都被收集到一起 但由于装载量有限一些随地散落的柚子 就任由她自求多福 这片果园距离小镇仅十几分钟的路程 小丽背着沉重的贝勒 却感受不到一丝疲惫 虽然已经来到了秋天 但在暖阳的沐浴下 仅停一件短袖也不会赶到了 她才当把商品摆放出来 就有顾客前来挑选 而且不到几分钟摊位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让旁边一直为开张的香蕉摊老板娘略显尴尬 或许这就是做生意的区别 出门在外不仅靠的是招牌 还需要对顾客大度包容的态度 自己受到如此大程度的欢迎小丽 已经欣喜不顾 脸上洋溢的笑容也从未中断 今天又是提前打卡下班的一天 谁能想到眼前这个清秀的女人 竟会如此娴熟地驾驭耕地机 才二十出头的她准备了一下午的时间 耕耘出房屋周边的土壤 还来到菜园采摘翠绿爽口的黄瓜 年纪轻轻就已经在及时创业实现了财富自由 清晨的薄物弥漫在山间让房屋若隐若现 小丽今天还是一如既往借来了山下老王的耕地机 用来将房屋周围的土壤进行翻松 可是老天爷不赏脸反而下起了一场小雨 小丽只好来到安全感满满的屋檐下进行短暂的躲避 雨水滴落在地面的声音听着就很解压 一阵等待以后雨势才逐渐消失 而后她提来汽油将油箱一次性灌满 确保中途不会罢工 毕竟房屋周边的土壤面积还比较大 只见她轻轻拉动绳索发动机便完美运行起来 眼下便是双手把握住龙头控制前行的方向 有了前几次使用的经验小丽也已经从新手小白摇身成为老司机 翻松土壤的同时在滚轮的转动下 紧紧扎根的青草也会离家出走 这就省去了后续除草的步骤 而且才经过一场风雨的洗礼土壤则会松软一些 这也让耕地变得更加轻松 小丽还在前线忙得不可开交 而家庭们就紧随气候悠闲地寻找土壤里的美味 由于雨过天晴太阳也已经洗上眉烧小丽 则提前做好了防晒措施 即使每天干着农活也要保持女人一颗天生爱美的心 而当她还沉醉在工作中 天空又悄然地下起了毛毛细雨 想到依附即将临时小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工作 再次来到屋檐下避雨 此时老黄牛便趁着雨水的滋润食用着鲜嫩的青草 虽然只有一个人生活 但每天做的事情让她觉得十分充实 所以完全不需要找个伴侣来消磨无聊的时光 经过辛苦的等待终于盼到了雨天 小丽将缠绕在滚轮上的杂草清理出来后又才开始耕耘 可以看出这里面积很大 她将房前屋后的土壤都进行了一遍翻松 如果都种上蔬菜那下半辈子就不用为食物问题而担忧 再次下雨后小丽也刚好将土地耕得差不多 转身便端起莫好的玉米粒 冒着绵绵细雨对家禽进行投味 等到雨过天晴水雾还没散去的时候 小丽便赶着时间点来到自家的菜园 寻找一些长相清秀的黄瓜 毕竟雨水带走了蔬菜表皮的尘埃则显得更为新鲜 油光增亮的外观一定很有脉象 因为今天是个下雨天还算比较空闲 所以她不慌不忙地进行采摘 直到装满了一被笼 经过轻微的筛动让空间利用得更加均匀 确保黄瓜不会掉落 得益于即逝距离这里不是很远 穿过这片茂密的草地很快就能到达 都知道黄瓜内富含维生素和水分是女人天然的衣美 这也让一些年轻妹子深受喜爱都在贝楼里挑剪一些个头较精美的 而且一买就是美元个体一大胆 在等待顾客期间她还给小朋友送了两根 吃了保管甜润解渴 这么善良的女人如果能娶回家 那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剩下的最后一点库存被小丽认识的两位好友各自评分 现在又能收拾好装备赶回家中 女人在大山中采摘不要钱的青橘背到集市上收买 并为新买的两只大鹅修建温暖的房屋 一大早小丽便背着贝楼向山脚下的橘子林赶去 因为疏于对这片区域的打理早已长起茂盛的青草 再加上果园位于斜坡之上 这也让她行走起来更加艰难 不得已小丽只能脱掉斜光的脚丫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顺手从贝楼中拿出小剪刀进行采摘 青橘果皮呈深绿色且果实圆润 具有很高的医用价值和营养价值 在我国南方地区深受喜爱 不少家庭也会将果皮晒干后用来炖大猪蹄子 简直不要太美味 小丽专门挑选悬挂在矮个枝头上的果实进行采摘 一是为了方便顺手摘取 二是为了筛选出质量上乘的青橘 把商品的卖向提高才能够吸引来更多的顾客 凭借灵巧的双手不到一会儿就已经装满贝楼 光看她亮丽的橙色我就已经猜到有多甜了 为了能够早日赶去及时抢占人流量 小丽也没有做下休息的打算 而是背起贝楼拿上小胯包便向着山下赶去 今天到市场的时间要比想象中晚 但好在还留有一个位置 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顺利卸下沉重的负担 随即小丽就将轻橘摆上摊位 这让她立马就吸引到几位嘴馋的顾客 因为每次售卖的产品与其他商贩都完全不同 加上绿色健康的产品特色这一优势 早已经让她在竞争力强的市场中站了住脚跟 小丽时刻保持着甜蜜微笑或许感染了更多的人 这让过路的大哥都忍不住要挑几个回家给老婆孩子尝尝 眼看着小丽已经送走一批又一批的顾客 隔壁的摊主也早已经羡慕不已都想知道她的流量密码 在卖完最后一点后 小丽也终于满意地进行收摊 凭借今天的劳动所得她从市场上带回了两只大鹅 还给他们接来了山泉水作为最诚挚的招待 但还没熟悉环境的大鹅已经对原住民带来了威胁 所以为他们单独搭建一处房屋就很有必要 小丽将先前废弃的鸡棚开除准备进行一定改造 在修建前她先铲除一片平地 然后再将砍来的野生竹胸插进土里作为承重主 用颜值清秀的竹筒搭建横梁 还没等完工到一旦天色就已经暗沉了下来 第二天依旧是大清枣就开始建造 只需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多添加上几根竹子作为支撑 就可以防止暴雨天气房屋离家出走 接下来她便用一些细长的竹竿组成起一个倾斜的屋顶 还在上面都放好了木条并用铁丝加以固定 紧接着就是为大鹅的房屋添砖加瓦 她从山里带回来了一些免费的棕榆叶用来平铺在屋顶 由于这段时间减肥受了两斤小粒便很放心地来到高空做衣服 虽然长久使用蹲下的姿势很难受 但还是要细心地将棕叶捆绑在竹槽上 为大鹅营造一个安全感十足的庇护所 因为善待动物就是在善待自己 等到房顶安装完成她便利用铁丝网绕房屋一圈 依旧是捆绑上铁丝 相比起来最后一步就简单多了 只需倒上一袋干燥的骨壳 相信这个寒冬他们也能顺利地度过 大鹅也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自己的新家 看得出来他们也很满意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田园生活 一块荒芜人烟的山坡在女人半年的改造下 不但修建有温馨的庇护所 输送甘甜山泉的自来水系统 还有令许多人都羡慕的绿色蔬菜园 仅仅依靠这几块地就足以让自己三天饱九顿 更还别说去稻田里淘来满是蛋白质的荷包 美好的一天总是如约而至 小丽清早起床就开始打扫自己的庭院 将水泥地面上清晰可见的灰尘粒清扫到草地上 只有居住的环境舒适了心情才会变好 但好心情没持续几分钟又来了新的烦恼 前几天持续的暴雨让小丽的厨房已经有了些许塌陷 如果再不及时处理沦为废墟只是一瞬间的事 所以小丽当即立断 趁还能挽救便挑选出一根合适的竹竿 用来支撑在厨房的中间 成功让房顶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现在再也不用担心没了厨房会让自己三天饿九顿 来到菜园看一看遍布满地的上海清 自从前不久扩大了农场的规模 就再也没有为食物问题而担忧过 但现在担心的是蔬菜的生长环境 许久未使用的土壤是否有利于蔬菜口感变得更好 所以之前修建房屋所留存的木屑终于在此刻派上了用场 只需要浅浅覆盖在土壤表面就可以起到调节酸碱性的作用 一般人还真适应不了荒野独居的生活 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还特别考验耐心 但对于小丽来说田园生活已经成为了她生命中的一部分 因此她毫不疲倦 趁着时间还早便提起了水桶 光着脚丫下水捕捞之前放下的河棒 准备今天狠狠地体验一把丰收的快乐 稻田里的水很浑浊不容易发现河棒身影 不过凭借浑水摸鱼的手法加上荒野生活半年的经验 也总能让她有所收口 捞起来的河棒沾满细腻在水中过滤一下外表就干净 看似个头不大耳里面的蛋白质却很丰富 对于身子虚的人来说简直饱了口福 仅凭这一点就已经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所以小丽也算是精准了解了市场需求 光是这一半盆子河棒也能让她赚得盆满锅满 果真是会过日子的女人谁要是娶了她 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看得出来这些河棒并不轻巧 使得小丽走路都明显有些亮相 回到家中将重达几十斤的收获顺手放在洗手台上 身上的担子终于轻松了很多 小丽为了赶时间准备先给家禽们喂食 然后才将清洗出来的河棒都装进一个尿素袋中 袋子很实用什么都能装得下 以至于很多老铁上学时期都用它来装备 轻轻推开竹制的防盗门 并朝着山脚下走去 今天的天气依旧很不错 所以小丽仅穿一条短袖和拖鞋也不会打到冷 这次为了图个方便她选了个究竟的位置摆摊 虽然这里不是集市但却是前往镇上的必经之路 所以人流量也好歹有个保障 眼前的大妈不光要照顾孩子还随时在为家里老公着想 十分阔气地买掉了库存的一半 而最后剩下的被一位老奶奶承包了许多 买回去不管是炒着吃还是用来煲汤都能够发挥其营养价值 然而盆中还留有几个盒棒 小丽也是想都没想就送给了老奶奶 将自身的善良体现的淋漓尽致 光是这一举动也能让老奶奶高兴整天 最后她将今天赚来的钱放进小夸包里 归还了向豆腐店老板借来的盘乘就可以回到家中 这才是每个男人都渴望得到的老婆 仅靠着一双勤劳的手在大山深处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温馨小屋 凭借精湛的手工在菜园内搭建起一排整齐有序的菜甲 生长出几亩新鲜绿色的蔬菜也绝对是每个人的最爱 居住在这里保证你每天都有愉快的心情 清晨的太阳才刚刚从美梦中醒来 山间的雾气以及树叶上的露水迟迟没有散去 幸好昨天小丽就已经提前收集了一些竹竿 将它们砍成一米锅的长度刚好可以用来制作蔬菜甲 为了确保长度一致性小丽对自己的直觉还是不够自信 便用砍下的竹竿进行比对 大概预估出合适的位置就可以对竹兄下手 像这么追求完美的女人要是能娶回家绝对是妥妥的走运 在没人骚扰的情况下小丽很快就将所有竹竿头部削尖 然后分成几次运输到菜园里 为了后期蔬菜的健康生长 它直接将竹尖插进土壤中 一根一根的有序排列 还要横向绑上竹条让还站立不稳的嫩苗 不会像墙头草那样东倒西外 等到后期西红柿的藤叶会顺着架子向上面攀爬 使得叶子不会堆积在一起 改善土地通风透光性的同时还可以减少病虫的危害 这就叫做专业 随后小丽便端来玉米粒给家禽们喂食 还不忘对着长脖子大额戏耍一番 简直就是行走的解压工具 原来拥有这么大一群动物陪伴自己是如此的有趣 等享受完喂养鸡鸭的过程 小丽便赶着路向另一处蔬菜园走去 这里到处都爬满了绿藤 简直呈现出一片丰收的景象 既然是这样那一定不能让自己失望 前前采摘几个矮小的苦瓜顺手放进被楼里 而且小丽还要通过其外表对她们精挑细选 小一点的或者没有卖相的可以留给自己食用 而有一些苦瓜一眼就能看出品相不错 所以她也是毫不客气地将其采摘下来 希望给路人的第一印象便是让她们觉得物美价廉 毕竟市场那么多商贩总要让自家的货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沉醉在丰收的喜悦之下 小丽的一只手已经忙不过来 所以她也很时序地及时收手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采摘的这些刚好可以装得下 而且没像以往那样商品溢出来 所以今天的再重量要轻松许多 卖着轻巧的步伐从田野一直走到小镇 还是来到熟悉的老地方进行摆摊 隔壁的干枝店似乎来了很久都没卖出去几根 今天要让竞争对手看一看什么才叫做实力 还没来得及将苦瓜摆好就已经迎来了开门红 他们都忙着自顾自地挑选自己最心意的商品 小丽为了能够携带来更多的库存售卖 摆摊的工具也显得尤为简陋 一台小盘秤和一个尿素袋就可以来到市场创业 主打的就是低成本高效益 美丽可爱的长相和热情的态度 让她在市场积攒了不少的人气 有的顾客则是听说小丽又带来了新货专门从老远地方赶过来 而有的男顾客就算只是路过 也忍不住挑几个回家给老婆孩子尝尝 即使知道家里没人喜欢吃苦瓜 也要趁买菜的借口来目睹一下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 当自己准备收摊回家是隔壁摊位起码还要等到天黑 这就是小丽自身所携带的流量走到哪就能卖到哪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田园生活 这是什么顶级享受 女人在大山中收获圆润饱满的玉米 并叫上刚从城里辞职的闺蜜来到自家过夜 去往菜园里采摘一些新鲜蔬菜 晚上刚好可以烫上一顿美味热乎的火锅 这样舒适的生活就算给我十个亿我也愿意过 新的一天小丽还是像往常那样早早就告别了温暖的被窝 早晨的雾气朦胧虽然看不到太阳 但经过夜观天向她推测出来今天会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所以想都没想就来到家住山腰处的闺蜜小丽的家里 并叫上她一起去帮忙收获玉米 小丽也是一个人来到荒野独居 所以现在小丽时不时就可以串门 有了对方的陪伴相信以后的时光就不会达到无聊 小丽带着她来到自家的玉米地准备直接上手采摘 雾黄的叶子已经有了即将死亡的迹象 被紧裹住的圆润玉米早已度过了成长期 不再像线嫩石那样惹人喜爱 所以现在采摘这些完全是在为家里的饥饿捆积口粮 将收获来的玉米倒在地上由小狗来守护 在工作劳累时谁也无法拒绝撸一撸可爱且撒娇的大黄 随着第二次装满被笼 太阳也已经晒到了头顶 好在爱美的姐妹二人组提前做好了防晒的准备 戴在头顶的草帽避免了阳光照射在脸上不会容易被晒飞 这也能让两人的内心得到一丝安慰 不过今天采摘的玉米似乎有点多起码还要多跑上几趟 小婷看上去要比小粒瘦小不少但确实力气足够大 不然也不会从城里辞掉月星三千的工作来到荒野讨生 将玉米晾晒在阳光能照射到的地方 几十斤的重物配上毒辣的太阳就算是我也受不了 为了能够给燥热的身体带来丝丝凉意 他们用纯天然的农妇山泉进行降温 这下又能满血复活了 努力了一下午终于将剩下的玉米都背回来 也能看出来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轻松愉快 像是浑身都有着使不完的劲 因此小粒也没选择坐下来休息 便装进一些玉米到竹篮里 直接化身为家禽们的御膳大厨 玉米粒还是现包的新鲜 阿坤们都吃得有惊有味 小婷在一旁前不下也来帮小粒投喂家禽 顺便从中体验到快乐 在傍晚时趁着剩余的光亮 他们来到菜园摘取新鲜的蔬菜 园子里的品种十分丰富 今晚又能大饱口腹 将采摘回来的蔬菜用凉水进行清洗 还顺便多加了一些菇类和小小的西红柿 而晚餐的重头戏还是得靠小粒准备的一些鸡肉 只需要把剁开的肉块下到锅中 就能静静等待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趁此之际小粒还用酸柠檬自制了一些调料 保准味道鲜美 等到锅中水开便能放下自己喜欢吃的蔬菜 同时下面的鸡肉经过小火慢炖也已经煮熟 在这样的野外与朋友来上一顿火锅简直不要太爽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田园生活 女人在大山中捕获了一条条肥美的草鱼 正沉浸在丰收喜悦中时 却没想到精心培育的菜园竟被一群不讲武德的虫子偷了假 小粒起床后第一时间将几天前收获的玉米堆放在太阳底下亮晒 尽量让它们分布的稀疏一点也好尽快晒干后直接作为家庭的口粮 虽然家里可供积压食用的玉米已经为数不多 但聪明的小粒满脑子都是办法 想到了被遗忘许久的鱼塘 很久没有进行捕捞应该个头已经发育的不小了 祖传多年的捕鱼网今天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小粒先是浅浅地试了一下水温感受到的是一种透进骨头的冰凉 但还是咬咬牙让自己双腿完全站立于池塘中 等到适应了水温才开始借用鱼网在池塘中浑水摸鱼 但这种效率并不高 时不时就会捞起一些水底下的残海 为了提高捕获的成功几率小粒还得从砍掉这些碍事的杂草做起 毕竟一些细节做到位才能省去很多麻烦 现在有了更好的光照视野草鱼也不容易进行藏身 果然很快便捕捉到一条 看上去个头不大但起码是个好的开端 尝到了一点甜头的小粒便对自己更加有信心 经过了反复试错现在捕捞起来已经是如鱼得水 选择一些更肥美的草鱼挨个放进盆里 其余的小个头被放进鱼塘中继续为所发育 紧接着又开始在浑水中探索 胆小的草鱼往往会藏身于一些隐蔽的角落 加上其灵灵的速度和年华的体液根本不好上手 所以小粒找准了位置用鱼网挡住他的逃生路线 再用手掌把草鱼朝鱼网里拨动便很轻松地再次收获 凭借积攒下来的经验不到一会儿便装满了一盘 今天肯定会卖个好价钱 现在他还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 而当小粒来到菜园这里的情况好像不容乐观 随便掰开一片叶子里面全都长满了青虫 这就是不喷洒杀虫剂带来的烦恼 精心培育的菜园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但现在也来不及难过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来将草鱼打包 菜园的损失只能寄托于用草鱼进行弥补 这次的货物看上去没那么重双手也能抬得起来 小粒的心态也不是一般的好 才遭遇了损失 菜园的痛就已经将笑容挂在了嘴边 来到小镇上她为了图个方便放弃了千里迢迢赶去集市 而是选择在一所小学附近摆摊 虽比不过市场的人流 但也已经到了放学时间 有的父母则会来接孩子回家途经的时候 看见了有人卖鱼 也可能上前去瞧一瞧 果不其然小粒的草鱼迎来了第一批顾客 迎接她最好的方式便是见她一身的水 这才能充分说明鱼的活泼好动 那么肉质也会更有口感 质量得到了验证大妈毫不吝啬地挑选了几条 不到一会儿便为满了人 喜欢看热闹的小孩也对眼前的场景充满了好奇 由于数量不多先来的人也选择了限购 最终他们一人买下一条 而当当的第一位顾客才将鱼踢回了家中便又赶了过来 给了她一笔大数目的钱 希望能够预定个百八十斤 而本就数学不好的小粒算半天也没算出要找的零钱 找完零以后小粒便可以收拾摊位下班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生活 拆除破旧的厨房准备进行行建 并将干枯的棕榈液燃烧成灰烬作为处理 由于之前的厨房一到下雨天就漏水让地面沦为一片汪洋 这个烦恼困扰了小粒许久这次终于狠下血本 将厨房腾空以后便可以拆卸掉电路板 才换不久的电灯泡也可以留下作为后续备用 舍不得换新电线的小粒还要将其有序的理好收拾到一边 可以说是十分勤俭世家 而她昨天也是专门上网查了老黄历 确定了今天不会下雨才敢拆卸掉厨房 搭配上晴朗的好天气干起活来心情也会更加舒适 由于房屋框架不稳在拆除掉墙面以后 也就显露出即将倒塌的现象 吓得小粒连忙来了个灵活走位 既然不能友好的相处那就采取暴力的方式 灰岛这座小木屋也就代表着告别以前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希望接下来迎接更美好的未来 完成墙面的拆除工作以后 她便准备通房开始下手 因为这些棕榈液已经干燥的可以轻松撕成碎片 在大气都不喘一口的情况下 小粒就已经将它们打包好 一并泼到房屋旁的菜地里 这些紧紧绑住的竹条拆卸起来也很容易 还是将它们集中堆放到一起 腾出来足够宽裕的空间小粒就简单用扫帚对灰尘进行了清扫 呛鼻的灰尘更加坚定了要修建一个整洁厨房的决心 这些干枯的棕榈液堆放在那里也没什么用处 所以小粒直接采取了焚烧的方式 再确认了火势不会蔓延到后山 她才放心地离开 转眼来到菜园采摘一些青菜 尤其挑选那些被青虫破坏过的叶子 可以搭配上玉米粒一起作为家禽的饲料 正好可以缓解一下家中玉米数量不足的问题 将菜叶撒向动物们 这些犹如宝贝式的食物 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冒着被做成啤酒压 或者黄焖鸡的风险摸进菜园 才能享受得到的美食 所以他们十分珍惜这次品尝家肴的机会 将以前修房子所剩下的材料搬运出来透一透气 还能减少衣服上面的霉菌和意味 这对一个天生就爱干净的女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菜园也迎来了该浇水的时刻 仍处于发育期的萝卜露出半个娇羞的面容 满地的白菜以及很多人都爱的豌豆店 独居生活一切都显得十分安宁 望着远处美丽的夕阳让人萌生一种归山隐居的冲动 在这样的荒野居住没有人的陪伴 在即将来临的黑夜唯有一盏灯光属于自己 等到明天就可以开始厨房的建造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生活 长达几个月的居住厨房已经遭受了无数次风雨洗礼 而面对接近年久失修的破损程度 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忘记为Zis遮风避雨的这段回忆 准备重新打造一处更有安全感的庇护所 在拆除掉房屋主体后 第二天的一大早小利就已经投入了工作 这些燃烧过的灰烬 他收集到竹框里可以用作草木龟堆肥 紧接着就是拆除掉灶台 用一根叫苏的木棍撞击着看似就很脆弱的墙体 因为每顿都吃三碗米饭的缘故拆卸起来就很轻松 不过这些较大的石块一次性搬不走小利还得将其免碎 然后统一装进小推车里 幸好昨天厚着脸皮从山下老王那里借来了衬手的工具 不然今天恐怕要累得腰酸背痛 在小推车的帮助下 他很快就将这些碎石运输到小路的一旁 堆放在拐角铺可以稍微的拓宽一下道路 等将来学会了骑电动车那么路过这段斜坡时 也不用担心全村来实行 相较于上一次粗略的修建 这次反而显得尤为细心和重视 延伸出的面积已经占领了大半的菜园 在自己的精心规划下 这次肯定要建一个更大的厨房 毕竟以后家里招待客人起码要能摆下几桌 为了能够腾出下午的时间去市场卖卖活 就算累得满头大汉也要先提高修建的进度 所以小力尤为卖力 沙土都被装进小推车用来堆积在厨房区域的不远处 等到将排水的问题解决后 他才收拾好参考线并搬运来修建用的材料 这些木板看着就有几十斤重 所以他也只能一次性抱走一小部分 但好在体力充沛在来回9972次以后 沉重的负担才有心情洗把脸让劳累的身体缓用 望着花费半天的劳动成果也是时候坐下休息一番 等来到下午的时候本想偷个懒为自己放半天假 但想到修建房屋后期要花费巨大的成本 小力还是忍痛割爱从基隆取出几只长相清秀的阿坤 看得出来他们挣扎的样子都非常乐意为这个家做出贡献 上次的售卖家禽让他对自家的产品充满了自信 土生土长的跑山鸡定会有许多人前来寻驾 所以这次便多逮了几只阿坤下山 从山上到小镇的路程并不遥远 加上轻盈的货物让小力很快便能到达目的地 还是以前熟悉的位置就在道路中间的小阁楼下展示商品 这让路过的人都纷纷凑上来看热闹 市面上专门售卖土鸡的商贩须之可数 就算有也大多数是打着虚假的招牌从家禽工厂进了货 长期在市场的抛头路面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熟悉的印象 顾客们一旦看见小力又带来了新火都不由自主地形成了一种默契 都知道土鸡用来煲汤具有极高的营养成分 这也直接让他化身富婆小力收钱收到手软 而面对顾客的问题小力有耐心解答还在找零时送上一个治愈的微笑 如此的热情难怪会有这么多人喜欢 谁要是娶到他当媳妇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没想到才摆摊不久就已经很多人排着队来购买 大金额的找零数量已经让小力晕头转向 所以不得不借用手机来算一下找零金额 一件枯燥无聊的事情 但内心的有所期待已经能够想象到家人夸赞自己处意好的时候 因此短暂的等待也成为了一种乐趣 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中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面孔熟悉的老顾客 满脸的笑容都是对这段时间努力的肯定 虽然比较劳累 但是得到的回报也能支撑起独居的生活 如果给你一百万没有手机网络你能够在这里待够多久 这才是完美的养老生活 居住在无人打扰的精美小屋 一旁还有自己的菜园 没事的时候喂喂鸡啊 采摘一些绿色蔬菜 并到鸡棚拾取宝贝师的土鸡蛋杯到集市上售卖 把独居生活过成了一种享受 在即将入冬之前小莉成功窥倒了破败的厨房 更是花几天的时间去深山砍伐来一些品质优良的木头 为接下来的房屋建设提前做好准备 在新到的一年小莉选择免费为木兄来一套去角质服务 虽然自己的木工技术已经很久没有得到施展 但看手法似乎一点也不生疏 山顶的风景宛如一幅油画 在这样的地方居住心情一定很舒适 随后小莉借用竹片充当两尺每隔一段距离标记上合适的记号 现在只需借用电锯进行简单的切割 便可以很轻松地凿出一个个凹槽 虽然已经渐渐入冬 但今天的天气依旧不是很冷 所以小莉手脚十分利索 不到一个小时就将木头开好凹槽 然后便要对木头进行打磨 在开始之前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 否则飞扬的灰尘稍不注意就会进入鼻腔 在处理完一块后将其搬运到另一边 她为了节约时间并不打算对木头进行探化出路 而是将木材外表打磨光滑 后期涂上一层好看的油气同时兼顾了美观和防虫 在使用了浑身解数后 小莉终于将木头都堆放在一起 趁着还有最后一丝体力 她将这些开好损毛结构的木胸进行有序的排列 然后顺着凹槽的纹路往里面固定 即使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 她自己也能完成需要几个人合作才能做的事情 谁要是能娶到她做老婆 那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忙活了大半天 现在总算可以坐下来稍作休息 顺便看一看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第二天刚起床的时候天气稍微有些寒冷 所以小莉也是穿上了羽绒服 并且依靠火堆散发出的热量来保持身体的温暖 等身子彻底暖和以后便准备到菜园中采摘一些蔬菜 这些长相酷似萝卜的小个头叫做波兰 现实中也很少有人吃过这种蔬菜 其内部富含维生素且有一种清甜的味道 相信也一定能得到众人的喜爱 所以她一次性装满了被笼 就算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松也要把这些菜叶利用起来 对家庭来说吃上蔬菜叶就犹如一顿大餐 为了让售卖的产品更加丰富一些 小莉当即来到鸡棚准备寻找一些母鸡下的蛋 里面藏着各个饱满圆润的土鸡蛋 小莉当作宝贝试地捧在手心然后轻放在篮子里 毕竟土鸡蛋价值高碰碎一颗就是一笔不小的损失 由于最近忙碌于修建厨房没来得及卖货的 她尽可能多装了一些 直到将库存清理干净 确保每次售卖的货物都能保持新鲜的程度 在这满满当当的货物前往即逝 小莉心里已经乐开了花 上午还是天寒地冻的天气 而到了下午已经有温暖的太阳 这让自己的卖货之旅更加顺利 在路人的帮助下小莉成功卸下沉重的被褥 才将摊位摆好就已经围满了人 不是因为对陌生的波兰菜好奇 而是先来的才有机会抢先购买到土鸡蛋 抢不到的也只能投来羡慕的眼光 小莉的物价低于市场的标准就已经足够有吸引力 更还别说每次卖的都是品质极优的货物 在鸡蛋被买光时令人意外的是 波兰也同样十分抢手 不到一会摊位就被一扫而空 而眼前这位阿姨也是小莉的中式粉丝 能够在众多人面前抢占先机承包了一半以上的土鸡蛋 开心的表情已经无法来形容内心的激动 在清点了今天的回报后 小莉便收拾好摊位回家 而其他商家还需要苦苦等待顾客上门 回到家中小莉先将这些发霉的木板放到太阳底下亮晒 让其从潮湿变得更加干燥 趁着现在天气还早温度没有降下来 小莉提前为家禽们准备好食物 与动物们培养感情也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田园生活 一个人在荒野居住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眼前这个清秀的女人花费了半年时间来到荒芜人烟的野外 在这里打造了一处属于自己的家园 不仅种植有绿色蔬菜还饲养了家禽作为陪伴 为了加快厨房的修建工作 小莉提前打了电话并来到半山腰等待运输材料的师傅 在狗子的陪伴下经历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等候 终于盼到拖拉机师傅赶来 货箱装满了水泥和采钢瓦成吨的重量 无疑放慢了整车的速度 不过好在小莉做什么事情都很有耐心 她将采钢瓦都有序地堆叠在一起减少对位置的占用 让一个女人搬运完这些材料属实很累 所以失去的老师傅也很失去 车上的货物还没卸完太阳就已经落山 因此他们也是加快了速度 但同时搬运这些水泥也是最为耗时的 小莉一个人完全搬不了近百斤的重 只能两个人一起走无数个来回 因为时间仅最后一些沙土就被堆放在铺好塑料袋的地面上 在支付运费时小莉还另外多加了一点人工费 现在多个帮手自己也能省一份力 而这几大袋的水泥还是留给明天来完成的 顺便在上面盖上一层防止今晚下雨 等师傅离开后小莉便回到屋里享受着舒适的大床 来到第二天小莉并没有因为腰酸被痛而赖床 从山下请来的几个壮丁也如约而至 他们一起作为小莉的副手将房屋的一面直立起来 有了上次建房的经验 他们优先考虑到了衡量高低不同的问题 所以借助了木头作为支撑 来确保另一面墙体的损帽能够与衡量精确的固定 小莉在底下递送材料 而上面这种体力活交给他们就好 看得出来厨房的占地面积并不算小 虽然谈不上豪华但只要温馨就好 如果谁能取到他那简直不用为昏房而发愁 在固定主粮这一块师傅们都没有想过要绑安全带 因为凭借当小公多年来的经验这点高度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 等主框架搭建好再延伸出一间就容易多了 随着房屋框架的完工现在只需要开始安装屋顶 这些都是男人们擅长的活动 而小莉也可以在一旁稍作休息 等将主粮固定好以后能帮上忙的步骤就由小莉来做 这样既加快了修建的速度还能让师傅们缓一口气 随即小莉取出一颗颗锚钉麦粒的进行敲打 就算时机台风来了房子也不会吹散架 最后再和师傅的合作下一起将采钢瓦送上房顶 可以看得出来房子搭建得十分方正 合适的倾斜角度能够在大雨天及时地排水 而为了能够早日拥有新房 她开始用电钻工具对屋顶进行固定 此时的天空也雾蒙蒙地指不定下一分钟就会来上一场暴露 不过好在今天铺设完了屋顶 往后的墙面和地板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独立完成 这是不是你羡慕的田园生活 每天的忙碌已经成为生活的一种常态 但在这满满收获而归也让自己的农装发展充满着希望 在几天前搭建完房屋整体框架后 今天就要着手于内部的装修 小莉先是借助小推车将这些木屑都统一堆积在房屋后的菜园里 毕竟木屑可以作为天然的发酵剂 有着很好的堆肥效果 因为后期还要铺上水泥 所以她便将屋内凹凸不平的石块挨个取出 这也极其考验了她的体力 好在每顿都吃三碗米饭干起活来也丝毫不冷 农场建设需要长期用到推车 虽然是找别人借来的 但长久的使用已经让小莉占为己有 每次运输路过陡坡成为了最为头疼的事 而家门口的下坡也让她有了缓口气的机会 到处辛苦搬运来的泥沙宛如卸下了沉重的负担 第一次完成了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难免会有些小激动 这也让小莉藤的只捂住膝盖 在稍加调整后开始第二轮的运输 把搬运来的水泥以及泥沙进行混合 然后在上面挖出一个富士山的形状 就可以注入免费的农副山泉 只需要短暂的等待便能身处中央对它们进行搅拌 等足够细腻以后再将它们均匀分布在房间的各个角落 因为有自己的足够耐心 就算不借助专业的工具也能让地面看起来光滑平整 这细腻的手工技术就问哪个男人看见了不心动 不知不觉中迎来了日落 散发出的微光还不足以让水泥在几个小时内凝固 所以还需等到明天早上才敢用脚踏上去检验效果 而剩下的一点面积还没铺设它选择一次性完成 这样才能给明天留更多时间到市场卖卖货 看得出来就这效果还不错 第二天它起了个大早给加勤喂食 经过一晚上的风干地面已经完全硬化 因此便可以放心地拆除掉挡板这样看上去房屋还算小有规模 然后趁着最好的时辰来浇灌菜园里的新鲜蔬菜 这些都是小丽心头的宝需要定期进行照顾 等它们成熟以后就可以像地里的萝卜一样拿到市场上去卖 半野蛮式的萝卜露出半个娇羞的面容等待着小丽的采摘 只需要轻微上拔个个都将收入囊中 一不小心采摘的较为多 不过可以将上面的根叶去除就能减轻下山路上的负担 还能利用起来作为家禽的自助餐 在售卖前需要将萝卜糕进水盆里清洗干净 尽量让产品保持清秀的颜值 这也是博德人流量的密码之一 简单地添加上外套后便是时候向山下赶去 比起风度来说长久保持坐姿的卖货还是保持温度来得实在 家里的唐老鸭十分懂事纷纷行起了注目里欢送 明显感觉得到山下似乎还要冷一些 羽绒服和后外套都是人人必备 小丽随处找了个位置摆摊 顺便蹭一蹭旁边卖玉米阿姨的流量 才刚来就遇到了熟人 小丽忙于修建房屋已经有段时间没有迈回 再次看到她身影也难免让人有些惊喜 经过几句寒暄摊位再次迎来了多位顾客 各大碎白的萝卜呈现在大家眼前无疑展现了极强的吸引力 所以有的人一买就是几公斤 加上小丽开朗的性格和朋友落上几句家常理短 让顾客都觉得此人十分亲切 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让小丽身上随时都携带有一种魅力 隔壁烧玉米的香味已经馋得她直流口水 因此她迫不及待地买了一个进行品尝 刚出炉的玉米散发着浓烈的香气和热量 所以需要外层包裹上隔热纸 好朋友前脚把萝卜提回家后又赶来陪小丽还给她看心坛的对象 这不属实是吃到狗粮了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桃花运什么时候会降临 不一会儿功夫金发妹就清空了库存 小丽也迎来了一天中最为轻松美好的时刻 这样的田园生活才能叫做惬意